没错 就是这么卷 虎皮水饺收藏了还没包 虎皮汤圆就来了 你看着复杂 做起来也很复杂 不过做成了很有成就感 糯米粉的吸水率不同 可以根据面条的干湿情况 进行一定的调整 像这个的话稍微干了一点 可以加多一点开水 像我这样把面条分开 取一小份加入黑芝麻酱 搓成虎纹 取另一份加入金瓜粉揉匀 分成两份搓残条 把黄斑两色残条 依次搓开叠放用手捏紧 用手揉成圆球后 按薄放上虎皮纹 翻面包入豆沙线 水烧开后转中小火 放入汤圆 虎头虎脑的汤圆既可爱又美丽 吃完这一碗年就算货完了 新年一年祝大家如虎天意 生龙头虎 虎年行大运